好 为期四天的连续假期呢 即将是进入了尾声了 尽管天空不作美 六日天气也不太好 加上疫情是有升温趋势 不过花莲的景点仍然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包含了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吉安乡的庆修院 不少游客也把握 廉价最后两天太阳露脸 前来拍照打卡 为期四天的清明廉价迈入尾声 但本土疫情不减反增 不过仍不影响游客出游的兴致 尽管周六周日廉价前两天 花莲天气不好 阴雨绵绵 直到周一太阳才短暂露脸 不过仍吸引不少游客 趁着清明廉价返乡之际 前往花莲景点走走 为在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馆长罗曼林表示 尽管疫情影响 加上周六日天气不稳定 不过因为园区有遮蔽物 周六入园人数约有800人 周日来到约1000人 周一下午就明显人潮善去 约剩600人 逢周一公休日人照常开园 廉价前三天涌入许多游客 根据园方入园人数统计 周六约有1100多人 周日约有2100多人 周一人潮退去人有约1000人 相较上一个228廉价 回上人数多 尽管疫情升温 廉价头两天又天气不佳 仍吸引不少民众 前往花莲各景点打卡拍照 把握廉价出游的机会 接着讲方言 华莲市报导